好 我们开始 下面最后一讲 第五讲 诸 先修课程 请各位扫码学习 高速18讲 16 17 18 有六个小时的理论讲解与立体分析 如果屏幕前面的同学 听到这时候 还尚未看过这六个小时 请你按暂停键 把那六个小时看完了 再给我听这个 屏幕前面的同学们 听到了没有 大家听到了 很好 我假设 现场同学已经听过了 若没听过 你也暂停不了 回去再听 中书 考研在这儿呢 有五大部分 在六个小时里做了详细分析 分别为 一 预备知识 各位 这里是不是一杂货铺 有各种知识点 待会我会给大家详细地去强调 接下来的知识点 第二个叫三重积分 这是大题考点 十分大题考点 各位 这是十分大题考点 我在六个小时的视频中 应该做了不遗余力的讲解 甚至站起来打立套拳 等会再打 没讲到题目了 因为什么 因为重要 第三叫低形曲线积分 低形积分 低形积分里面包括两种 一种是曲线积分 一种是曲面积分 对吧 这个里面也有可能出十分大题 因为第一形曲面积分 是一个计算量蛮大的地方 再有一个叫第二形曲线 曲面积分 这个按照考研来讲 我告诉大家 这个四几乎是可以肯定要出大题的 因为这是热门考点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在视频六个小时里面 专门讲的积分与路径无关理论 记得吗 有六个冲咬条件 其中它的核心是 Q对X偏导数 等于P对Y的偏导数 我还专门讲的例题 请大家好好的去做题 你记住啊 那个东西让你理解的东西 也没有多少 就是背那六个条件 对吧 六个条件 你看到题目里面出现T度了 或者它是某个人的权威分 或者它是权威方程 或者积分与路径无关 或者转一圈积分得零 对不对 这不就这五句话吧 一定都给我写这个 就俩片脑相等 方程一件 这个题大部分分就来了 你懂了吗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所以为什么说考研对他呢 也一般出的频率不是太高 因为他也知道我们会这样讲 他出题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 知道吗 他跑伏联通去了 这个用不上 积分与路径无关的理论 就缺少了他的最精彩的公式了 而这个最精彩的公式往往又最简单 对吧 懵懂的懵懂分 所以他不爱考 只是就这个意思 但是也不能说一定不考 这里有两大公式 帽在这儿呢 是不是第二型曲线积分的格林公式 第二型曲面积分的高斯公式 还有空间二型限积分的斯托克公式 记得小朋友拿一下 吹泡泡呢 滑了一闪 记得吧 好 今天我们最后一题也是这个 对吧 我再给你来一个 好不好 我们应该算布置完整了 我这一讲的讲义啊 我认为这讲义 你怎么给我面子 这十个题里得考两个吧 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精挑细选 你得考两个吧 差不多 这个事应该是差不多的 类型一样 好不好 好 开始 开始了 列题一 这个是什么考点 告诉我 叫曲面的切平面 是吧 这个是重要考点 记得吧 记笔记 第一大考点叫曲面的切平面 由于讲过了啊 我不再啰嗦了 它应该是要求什么 主要求曲面在一点的 切平面的法向向量吧 所以 Fx一匹一起背 等一节 求偏导吧 对X导导 这个就是Fx吧 这是Fxyz是吧 对它求X偏导数 跟上速度啊 是不是2x啊 然后加上扣三求导是不是叫 负的sinexy 然后再乘以啊 xy对X导导是不是乘以y y再没有了 X导导是几啊 1 然后把哪个点带进去啊 把0 1 负1带进去 好 x取0 各位 这是不得0 这是不sine得0 是不是只剩1了 所以我们那个A 是不是就是1 就是法向下呢 第一个分量是不是1啊 再来 F对Y求偏导 等于跟上啊 扣三求导是不是 负三 xy 再乘以y的偏导数 是不是剩一个x啊 然后YZ对Y求导 是不是剩一个z 把0 1 负1 带进去 来 x取0 是不是这下没有了 z取负1 是不是等于负1 这个是不是那第二个分量 能跟上吧 跟上啊 下一个 F对Z求偏导 它就等于 是不是就是一Y 只有这个Z 这只Z不是出现一次啊 对Z求导 是不是整成Y了 把0 1 负1 等于去 Y是不是取1啊 是不是等于1 1是不是等于C 所以我们知道啊 整个的 这个曲面的 切平面的核心问题 是不是就要求出这个N 它等ABC 是不是 1 负1 1 会了吧 然后的话呢 来 写它的曲面切平面 就是 A倍的 X减X0 加上 B倍的 Y减Y0 加上 C倍的 Z减Z0 是不等于 平面方程吧 告诉我 点是什么 0 1 1 负1 A是什么 1 B是什么 负1 C是什么 1 懂了吧 往里套 答案就是 X减0 减去Y减1 加上Z加1 等于0 也就是 X减去Y 加上Z 加上2 等于0 就填这个 就填这个 会了吧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考点啊 这个几乎是B考题了啊 很爱考曲面在一点的切平面 啊 曲面在一点处的切平面的方程 好不好 这叫切一刀 接下来 投下来 看立天 投影会求吧 怎么说来着 你往哪个面 投立天 你就把 没有的那个字母 把它削掉吧 怎么出来了吗 很简单 是不是削Z 所以Z等于什么 2分之Y 往第二个方程里 带 那就是X方 加上Y方 加上4分之Z方 再减去 2分之Z方 是不是等于1 画点出来 叫X方 Y方 这是Y啊 这是Y啊 听懂 听懂没有 那么X方 加1 加4分之1 是不是叫 加4分之3 Y方 是不是等于1 好 再添个什么 告诉我 答得好 Z等于0 记得吧 记得两步吧 第一 消Z 第二 添上Z等于0 知道吧 投影啊 投影曲线 会求吧 集其所为去 啥意思 地为 X Y点 组成的 把等号 改成什么 小于等号 说得很好 X方 加4分之3 小于等于1 是不是 植原机器内部 回答完毕 第三个例题 这叫什么 那个第一条叫切一刀 是不是叫切平面啊 这个叫投下来 下面一个叫转一圈 是不是叫旋转曲面方程 三大考点 我是不是都讲过了 来看立体三 说 我给你 空间的直线 我这样画 当然是因为 我画起来方便 A点 是不是100 是不是在这 所以是吧 B点 是不是01 是不是趴在 YO这面上了 B点 所以这个吧 这个直线是过 AB两点的 说的意思吧 那你先把这个直线方程 给我写出来了 很简单 是不是用 连等式啊 这个很简单的 那你回答我 过哪个点 减哪个都行吧 就是X 减X0 是不是可以减1 Y减Y0 是不是减0 Z减Z0 是不是减0 底下除以谁 是不是除以方向向量 那方向向量更简单了 你这就减 就是你这 A减B就行了 是吧 方向量 1减0 是不是叫1 0减1 是不是叫负1 0减1 是不是叫负1 这个也可以叫做 两点式方程吧 说上也有东西写了吧 没理我 对吧 这个你不要让我说了 这个太简单了 好不好 说将L 绕着Z轴 旋转一周 得到曲面 请你去曲面方程 记得那三条吧 先拿着这个AB 上面是不是 取任意点 M1 叫X1 Y1 Z1 它绕着Z轴 旋转一周 是不是旋转出来一个叫 伪圆 伪度的意思 是不是叫伪圆啊 我讲过了吧 这个伪圆的名字你无所谓 你反正把那个 原故画出来 第一个条件 是不是原点到M1的距离 然后你在委员上 是不是认去一点了 这一点M 是不是才是你要求的 这个M 叫XYZ 是吧 我们说 原点到M1和M的距离 是不是相等的 也就意味着 第一个方程出来了 就是X1的平方 加上Y1的平方 加上Z1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X方 加Y方 加Z方 可以吧 这个大家都理解的 这个很简单 第二件事 是不是 对了 M和M1的连线 就这件事吧 是不是垂直于旋转轴 现在是不是垂直于Z轴 我们其实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我当时讲课就说了 你可以理解成 绕着谁转 谁那个字母 是不是就不变 对了 一样的吧 你可以用点击 肯定算出 结果是这样的 绕着Z轴转 你发现没 它的Z1和Z 确实相等的 它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对不对 所以可以直接写 叫Z1等于Z了 我说对不对 第三条是什么 是不是叫M1 在AB上 就这个点 是不是满足L方程 它在L上 是吧 所以带进去 就是X1-1比1 等于Y1比-1 等于Z1 B-1 听懂了吗 现在消去谁 对了 带1下标的 把X1 Y1 Z1 给我把它消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算一下 这个很简单 第一件事 你是不是先通过Z1等于Z 是不是这个Z1等于Z 这是不是叫-Z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很简单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就可以解除这样的东西来 大家看 那就是从这可以算出来 X1-1 是不是等于-Z 所以X1 是不是等于1-Z 这是一个吧 好 再来 那么Y1 比上-1 等于-Z 那你想Y 就是-Y1 是不是等于-Z -Y1等于-Z 也就是 Y1 就是谁 就是Z 对不对 听懂了吗 当然Z1也是Z 这我刚才说过了 是吧 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往里带 是不是这两个消掉了 我消掉 我就可以化掉了 好吧 我化掉了 这个你也用完了吧 这个你也用完了 好 这样的话 这两个都没有了吧 看到没 是不是剩这个了 那么往后带去啊 是不是把这个带这里面去 把这个带这里面去吧 出来了 所以你得到 1-Z的平方 加上Z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X方 加上Y方 这就是那个Sigma 听懂没 我今天这个立题 我给你把图画一画 你觉得这个转出来 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道真题 这是有史以来 考的最复杂的一次 选择曲面 也不过如此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 这转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A B 是不是要写直线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编辑们 给我画一图 他多余 我说 不一定你们会画 你别给我瞎画 他拿东西画一图 旋转出来的 他说张老师 这叫草图 我说 你这图啊 差远了 你知道这长什么样吗 我说 我来跟你画画看啊 你画图 你得讲道理啊 各位 是不是叫X方 加Y方 等于这玩意儿 我给你打开它 是什么 1-2Z 加Z方 是不是加2Z方 你给我配个方 把2提出来 是不是2倍的 Z-1² 的平方 加1² 是吧 是吧 那我讲这个 用结痕法 很容易理解的 什么叫结痕法 我取Z的任意一个值 是不是就是个圆 这是不是叫R方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问你 这个半径 取哪个点最小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平方 不会是负的 所以Z取1二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半径最小 是不是Z二分之一 知道 说明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最小的圆 听懂没 往上往下 这个半径 是不是都在变大 听懂没 所以说 这样来讲 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画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图形 这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直线 我这个画的位置不好了 你不要以为说 直线转出来的 一定是个锥面 是吧 那是你的误解 直线转出来的 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曲面 对吧 不仅是锥面 你能听懂吗 这条直线是直线 它是直线 很难想象吧 计算计划图试试看 这个图很好看的 好 请你求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 在Z等于0和Z等于2 所围出的 这个空间图形的 Z坐标 行星的Z坐标 诶 这又何难 Z8等于什么 念 Omega ZdV 比上积分 OmegadV 你坐就出了 不着急 请坐真题 这是那个大题 十分的低问 要着急 你还要坐大 诶 告诉我 这三种积分 用什么法 定线截面法 是旋转题 你不要穿线法 你穿线你穿哪去了 截面法 后机先定线 是不是0到2 线内切个面 听懂没有 这不就穿了吗 这个方程不就这方程吗 是不是小一点它 这个题很好做的 比如我们课上 讲的题都简单 我不想公布太多 因为你整体还要做 好不好 你还有32分卷子要做呢 自己去做吧 来 下一题 例题4 例题4是 方向导数 还记得方向导数公式吗 来 给我背 以 一个P0点 是不是叫X0Y0 沿着与X轴 α的角度 是不夹角 走一个T的距离 记得吗 变到P点 回答我 这个P座标是什么 写了 直接写了 P座标是什么 是不是 X0加上T倍的Cosinα Y0加上T倍的Cosinα 你咋不理我 是还不是 好 请问这一点的温度 减去原来这个点的温度 是这样吧 讲过来啊 你看 我们说二 说三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只学一个 沿着X方向的偏导数变化吧 你现在能理解的意思吧 你X方向变化率 叫X的偏导数嘛 你数的方向 是不是Y的偏导数 可是我们数学一 可以研究 沿任意方向的变化率啊 这不就方向导数吗 讲过了啊 我不重复了 那么这时候 减完之后 除以什么 除以距离吧 它距离是不是叫T 现在就两点距离嘛 你两点距离 平方和加起来 K号还是T吧 然后limit 我们只是让T区什么 零什么 答得好 这里有个规定啊 我们规定T是距离 距离没有负的 所以它是单侧极限 对吧 它就定义为 叫做U 这个函数 在L方向上 以P0点 作为起点的方向导数 那不理我 对了吧 很好 套公式嘛 你都套进来算就是了 定义法 我在那六个小时里 给大家讲的公式法 是吧 我在这儿再稍微提一提 定义法 一套定义 也可以的 来看啊 往里带就行了吧 现在的U 是不是等于 根号下平方和 往里套就行了 所以偏F 偏L 以00点 作为起点 它定义为 Limiter T 区0正 这个都不要动的 这是T 然后直接写 根号下 是不是 X0是0吧 因为你起点 这个P0 P0现在起点是0 所以 0加上T倍的 cosα 你是不是方向任意 任意的话 就写任意方向α 平方 加上 0加上T倍的 sinα 的平方 是这个意思吧 在减去 根号下 0的平方 加上0的平方 怎么都不理我 没问题吧 同事 就是我告诉你 哪个点 你就把X0 Y0 X的Y0 往里套进去吧 然后加上T倍的 cosα T倍的3α 比如说 它说 L方向什么呢 沿着与X周正向 夹角是四分之π 你这是不是就 cos4分之π 3分之π 它说任意方向 我α就不定是吧 你知道这题 为什么不定吗 你看出答案了吗 因为T方 cos4分之π 加T方 3分之π 是不是等于T方 T方刚刚好 是不是就是T 为什么不加绝对值 TG0什么 正 0正意味着非负 不用加绝对值 当然等于几 1 考验的选择题 有个选项 这种出的 所以的话 如果让你用定义法 大家对定义法也要了解的 好不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例题 第五个例子 这是大题考点了 我给你来一个 前面这些知识呢 你说它有可能就不考 是吧 有可能就是一小题 接下来 大题一个 三重积分 一题五 我这个分析都给你提示了 这个提示不好 但我相信你是应该自己想出来的 假设Sigma是有缺面 X等于正丸 Sigma1是平面 X0 背什么所结的部分 Omega为Sigma和Sigma1 所谓的立体 请你算三重积分 你感觉这像不像真题 是不是真题 你真题肯定找不到它 是改变的 这个题很好 来 先告诉我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 什么球 拖球打得好 它的系数 平方前面的系数不一样吧 酷 这叫拖球面 不叫球面 听懂没 画图吧 曲面 人家这一年考验 专门给X等于谁 你天天就是Z等于谁吧 你X等于谁 你怎么画图 抬头 屏幕前面 抬头告诉你 你怎么画图 你这是把XY这样 是吧 你是不是从前面画 你这画图多难看 你怎么画 怎么画 对了 聪明点 各位聪明点 人家考这个题 实际上就要你 你干嘛 非得把图倒过来 你把周围系 转上去不就完了吗 你就是这样画吗 这不是X吗 这不行吗 这图很好看的 这是Y 这是Z 对不对 你只要这个满足 右手系是吧 四指伸出来是X 转过去Y 大拇指是Z 对不对 这不行了吗 对不对 图 是不是这个 你没理我 是这个吧 这是你的Sigma曲面 为什么只画上半个 很好 这大约得零的呀 所以X是非复的 叫上半妥球面 对了吧 你看得出Sigma1是什么吗 我这么问大家 这个帽子 这是不是相当于帽子啊 它往YO这面投影 它投出个啥玩意儿 你说老师我知道了 消掉X字母 不用消 这东西就在里面 你是不是令就行了 令X得零 这都不需要写的啊 请问这是不得零 是不是零等根号 是不是根号里面也是零 是不是叫 一减去三Y方 减去三Z方 是不是等于零 你说这是什么 这是圆啊 这不是偷圆 看到没 你想象不好想象的 算出来才知道 这是一个Y方加Z方 等于三 对不对 的圆 对不对 说清楚没 它的半径是三分之一开根号 对不对 心里有数啊 心里有数啊 好 说 诶诶 怎么这么在这儿吧 看到了吧 那给你做好的 它想把帽子底下给你挡住是吧 给你胡上 给你封上了 这不正好是被这么个圆和X得零 所为的部分 就Sigma1是平面 平面是什么呢 是整个YO这面吧 X得零不是整个YO这面吗 被这玩意儿所为的部分 这玩意儿是什么呢 就是被底下这块面所围出来的 是不是就这个圆 X得零所围的东西 围出来 那根本是里边这块了 听懂没有 听懂了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 上面是一帽子 底下给它封上了 就是 Omega 是为Sigma和Sigma1 所围的立体 这里面是不是就Omega 说清楚没 你得给我 好好的自己折腾折腾 这叫三重积分 好不好 好了 请你计算三重积分 告诉我这是用什么法 这太简单了 这是肯定穿线法呀 叫投影穿线法 对吧 来开始了 后机先定线 是不是后机 底YZ 是不是底C干嘛 积分 是不是照着X算 想明白没 我这个题故意的 因为考完真题就这么考的 你不要每天都是先机Z 它不一定 这先机一个字母吧 先机X 就是X 来一起背 后机先定线 是不是先投影下来 你后机分YZ 是不是先把它投出YZ 这啥玩意儿 刚说过了 是不是叫Y方 加上Z方 小于等于三分之一 对吧 后机先定线 线内画条线 是不是这样出来了 先交写下 先交的是不X等于0 后交写上线 是不是叫X等于 根号下 1-3Y方 -3Z方 听懂了吧 然后背级函数照抄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对不对大家 扩号 1加上3Y方 加上3Z方 DX 叫先硬后尔法 是吧 这是投影穿线法 接下来干什么 做就输了 你这个背级函数里 是不是没有X啊 故你是不是整个提前面去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 你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里面就变成了 这个1加上3Y方 加上3Z方 这是背级函数之一吧 这个0到根号积分 是不是就是长度啊 就是根号下 1-3Y方 加上3Z方 听懂没 然后D Sigma 几分 DYZ 对不对 我问过你 什么时候用极做表系 回答 平方合 对了吧 这里是不是有平方合 平方合 毫不犹豫 是不是叫极做表系 你现在这个图 你画不画都无所谓的 YZ 是不是就是一圆 半径十几 对了吧 是三分之一开根号 酷 它就直接写成 一起背 后继先定线 是不是Theta 从0到2π转一圈 D Theta 线内画射线 先交写下线 是不是0 后交写上线 是不是三分之一开根号 不理我 是不是 刚才 R DR 对了吧 然后背景函数现在最好写 是不是叫 一加 念 三R方 乘以根号下 一减去 三R方 对了吧 现在先问大家 上R 这里是不是全是R R积分完之后 带常数进去 是不是个常数 酷 前面是不是可以先算出来 就等于2π 乘以 几分 0到 这个实际上是 三分之三是吧 三分之三 这个R拿前面来 R 一加三R方 乘以根号下 一减去三R方 是不是DR 是吧 你会算这个定期分不 会不 我跟你讲 我我跟你说吧 直接直说 这就是2018年 数一大题 刚考过的 但是它不是这样的题 但它最后一步积分就这个 我把前面改了 你懂吗 改完之后 现在就这样 最后一步就这个 你要这么说 你得听张伟师的话 对吧 我告诉你他的答案 你告诉我 这三部分 R乘以括号 乘以根号 这题 反正不好做 凑一分就不好凑吧 谁求导师 谁也不是谁吧 你是不是得想换原 它也不是有理函数 对吧 它就一种类型 都是密函数 多想是 你也不好分不及分 对不对 你只剩换原法了吧 怎么说 毛主席 记得吗 大手一挥 谁复杂 令成T 这个题就这样的 你看 一步就出来了 你看我说对不对 令 根号 一减三R方 等于T 我来问你来答 这时候 三R方 是不是等于 一减T方 对了吧 所以你看 这个题出来了 于是 两边起为分 六RDR 能听懂吗 有个三倍的吧 三倍的不要动 是不是 二RDR 等于这边 是不是叫 负二TDT 也就是 三RDR 是不是等于 负TDT 对了吧 好 于是 这个RI就等于 二π不要动 乘以 七分 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RDR 是不是在这 所以它是不是等于 负三分之一 是不是 负三分之一 TDT TDT 听懂没 跟上我了吧 跟上了 然后再来 那个是不是有三R方 这个是不是叫 这个是不是叫 一加三R方 那么三R方 加一是不是叫 二减T方 这里是不是有 二减T方 是不是直接乘以 这个叫T 你看快不快 这是多像式啊 式还不会算吧 对了吧 所以提出去 负的三分之二π 是吧 大家 然后上线线 上线 上线 R取零时 T取一 是吧 R取零嘛 T取一 R取三分之高三十 也就是R方 是三分之一吧 那么一减去 三倍是不是正好零 是不是零 所以这个符号 是不是不要了 把这符号给它搞掉 上下线 换过来 是不是零到一 零到一 然后呢 T方 乘以 就是RT方 减去 T的四四方 DT 懂了没有 它就等于三分之二π 乘以 R乘以三分之T的三四方 减去 五分之T的五四方 带零到一进去 会了吧 答案 四十五分之十四倍的π 这个题 好多同学 最后一步没做 没跑出我上课的范围吧 没有的 我说过了 哪掌呢 你最复杂的 你求不了岛 他受不了为分 另成T 就完了 你们有在听过 我以前视频的 你也知道 我是这么讲的吧 这是今年的考题 还是得抓住考研啊 考研的这个范围内 我说这话 不会错的 来 第六个例题 三重积分里 各位 刚才是不是要算二重积分 是不是先定什么 先一号 先二号一 是吧 是不是再算二重积分 二重积分算 是不是算定几番 所以三重积分 还是蛮难的吧 你把三重积分练一练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好 开始 这个也不难 你提六 是不是又三重积分啊 球面做表现 花图楼 根号平方和 记不记得 这个玩意是追面吧 就根号平方和等于Z 是追面是吧 讲过的 不带根号的 是不是叫旋转抛物面 这个都讲了 杂货铺里都有 对不对 好 来吧 如果Z取四 是Z最大值吧 那这是不是就四 这是不是四倍 杠三 那于是 它最上面这个图 是一个空心圆 是吧 大于等于四嘛 所以这个半径是四 就空的啊 然后小一点四倍杠三 就是四倍杠三 所以就是 空心圆 Z得零 Z得零 这是零 这是零 根据加倍准的 平方和等零 是不是都是零 它最小值变到零 是不是收到远点 根据平方和开根号的 变化规律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图 追面变化 是吧 看懂了吧 这是X 这是Y 明白为什么 这有点像什么 这就是一个大圆锥 里面掏掉一个小圆锥 是吧 空心的啊 那不理我 是不是 好 开始做 跟来个 打一套拳啊 说起来 开始打拳了啊 球面照片怎么来的 第一步 拉着一扇门 从XO 对面出发 从Z轴正上 你看你这笔记本 多神经病 多吓人 你看蹦车 有什么 这怎么出来的 来 跟上 从XO 对面出发 拉着一扇门 扰着Z轴 旋转一周 记得吧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个整个圆锥 虽然空了 但它一圈是不是都有 所以 等于什么 0到2πDZ 对吧 第二 喇叭花开花 记得吧 然后 中间是空的吧 所以你看这开花 从零度开始 半顶角 半顶角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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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不是还是4 这是不是叫60度 三分之派吧 所以四分之派到三分之派 第5 对了吧 第三步 是不是从原点出发 一条线穿出来 或者往这儿穿都行 无所谓的 都看过了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一条线穿出来 换个颜色 原点出发 注意啊 你往这儿穿可以吧 反正它360度都一样的 是不是从这儿穿出来 是不是 是不是先出来是0 后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是不是叫z等于4 对吧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写的是dr 对不对 所以r从0到z等于4 那可不能用z啊 z是不等于r乘以cos5 还记得吗 z等于r乘以cos5 然后x等于什么 r乘以sin5 cosθ y等于r乘以sin5 sinθ 回去背吧 好不好 我哪里讲了好多遍了 这个不能再重复了 所以r等于解 4除以cos5 懂了吧 别忘了写什么 这个dividing什么来着 dθ dθ d5 dR 前面称是谁 r方syn5 很好很好 我看现场同学这个反应 它确确确实实实已经复习过了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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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太棒了 太棒了 2019你们一定成功了 z是结 刚说了 是吧 rcos5 好不好 这就变成了三个什么 定计分吧 这个我就不做了 自己做去啊 答案 128倍的π 你发现没 当你已经有复习的 扎实的理论基础之后 这题目是不是 非常容易就玩转了 对吧 来 第题7 这个题考什么呢 各位 我问你一句啊 你会不会把四种积分 曲线曲面积分搞混了 答不会 太好了 当出现d小s的时候 念 这叫什么 这叫一型线积分 当出现d大s的时候 叫什么 一型面积分 当出现pdx加上qdy的时候 这叫什么 二型线积分 当出现 比如说pdydz 加上qdx dx加上r dx dy的时候 这叫什么 这叫二型面积分 应该不会出错吧 所以大家看 这是不是有d小s啊 固一型线积分 对吧 怎么说来着 如果对于这种 有几何测度的 是吧 我们可以考虑 就是不用那三大公式的话 是不是叫 一头二带三计算 可以吧 来 开始了 i等于 一头 先写参数方程啊 这个l是以原点为原心 跟上啊 原点 哟哟哟哟哟 画错地方了啊 实际上在这边了 以原点为原心 二为半径式啊 位于什么 负二零 这是负二零啊 和零二 这B之间的一段猎弧 猎弧知道吗 就小的那段弧啊 猎弧不是U弧 猎弧 你是不是回到了 小时候 有感觉没有 有感觉啊 好 有点猎弧 说 请你计算 在这一段上的 曲线积分 所以这个参数方程 我写吧 这个l是什么 x等于 半径是2吧 所以是2倍的cosT y是等于什么 2倍的3T 高度T的范围是什么 记住啊 一定是从小到大 所以它应该是从 2分之π到π 听懂没 这个角度是90度啊 你要转到这儿 是不是正好转到180度 不理我 这个1行的积分 我们只看小到大 不看方向 明白吗 2行的是不是有做工 或者有流量 通量 是不是才看方向啊 这个是小到大的 所以Ri等于 这可以带了吧 那就是积分 好了啊 一头 一头 投影下来 是不是头的T 是不是叫 2分之π 倒π 对吧 2带 你把这都带进来了 x带进来 是不是叫 2倍的cosT 那么露影 平方盒 各位 平方盒 是不是正好等于2 所以就是 4是 平方盒等于2方 是吧 所以乘以露影什么 露影4 答得好 再加上ys截 2倍的sinT 然后呢 e的负4次方 看懂了吧 这第二步啊 第二步 叫一头 投影 投参数的取 取得范围 是吧 二代 三计算 是不是d小s啊 d小s等于什么来着 等根号下 dx 加上dy方 会了吧 那么要求导的啊 要求导的 来 dx点什么 负2 3T DT 不理我 是不是 那么dY 点什么 2 cosT DT 所以它就等于 根号下算 4三认方 加4cosT 是不是4 4DT方 是不是就是2DT 咱就不直接写了啊 2DT 能接受吧 2DT 总之你记住啊 这个也是三部分啊 第一部分 是要把参数取之范围 写在这儿 是吧 第二部分 是要把曲线的表达方程 带进来 第三部分 是要写Ds 是吧 是这样吧 这都是小填空题啊 一形线积分 考不了大题 这是属于填空题的 计算层次 这个答案 直接来吧 这很简单了 答案等于 自己算去吧 好不好 这个2L1S 是不是提出去了 这个没有难点 cosT D二分之外 它快几分 这个是不是算三一题就行了 这两个都提出去了 时间关系啊 4倍的 1的负四次方 减去2倍的 浪云2 这是填空题啊 我再讲一遍 一提吧 这叫什么 一形面积分 是不是出第一大S了 对了吧 所以我都说 这每一个都给你走了一遍啊 你们就走了一遍 是不是又是一团的三七传 画图 是不是追 Z等于更好是吧 Z是不是一到四 既然是面积分 它不会玩很复杂了 这是Z等四 这是Z等一 是不是就像那一个杯子啊 XY 看到没有 像个杯子似的 在Sigma是这个 你能看懂吗 它实际上只研究了 你告诉我 这个杯子有没有盖子啊 上面没有吧 底下有没有底 也没有啊 这相当是个桶子 只有这个啊 只有这玩意啊 是吧 只有侧臂 懂吗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你明显看出来吧 这叫曲面积分 懂吗 它没有盖子 它可没有写Z等四 要包上它 对吧 Z等一也没写吧 这个没有的啊 所以这个积分的话 你看清楚啊 来吧 很简单 一头二代三计算 是不是啊 所以 I就等于 跟上无数的啊 一头 是不是投影下来 把Sigma投下来 大家投的是不是空心圆 是啊不是啊 注意要是空心的啊 这有 这投下来 是不是 这个圆环 看得很清楚啊 这是面啊 它中间是空的 你知道吧 所以它的DXY叫什么 X方加外方 是不是大于等于1的平方 小于等于4的平方 外面那个大圆 是不是4半径啊 里面那个空心的圆 半径是不是1 这叫圆环啊 1头 2什么 带 是不是 带啊 带 你背景函数是X加Y加Z是吧 那大家告诉我 你要带 是不是把Z等于这个带进去啊 因为你就是在这个面上积分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上叫X加上Y 加上Z 是不是更换叫X方加外方 三什么 计算D大S等于什么 超过这些 根号下 1加Z对X求偏导的平方 加上Z对Y求偏导的平方 是不是DXDY 对了吧 所以你这就算就是了 来Z对X求偏导等于几 我们超过这写一下 直接在这超吧 1加上 念 Z对X求偏导是不是首先有一个 二倍的 不行 还是超好指吧 这些麻烦了 二倍更好下 X方加外方 是不是这个 分之一 就是更好U求导 是不是二倍更好U分之一 再乘以U的导数 X方加外方 对X求导是几 2X 这样的话 二号约掉了吧 好 Z对X求偏导的什么 是不是平方啊 故这里填谁 X方加Y方分之 X方啊 懂了没有 再加上同理 二倍更好 X方加外方 分之什么 2Y吧 你对Y求偏导 是不是2Y了 不理我 对吧 所以约掉2平方 叫X方加Y方分之 Y方 那我DXDY 是不是搞成一大二重积分 对了吧 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 自己算吧 你说用什么做表现 肯定是极准备系了 这个问题换解一下 这个不要害怕 这个东西 这俩加起来 这不是等于1吗 对不对 这不是根号吗 对不对 这唬人的 根号 根号提出来 所以积分D 然后的话呢 就是X加上Y 加上根号下 X方较外方 D Sigma 极准备系 好不好 自己算了 答案是42倍 根号2乘以π 我估计啊 你基数年考研 2019年 我估计这种题的计算量 已经蛮好了 大概懂我意思吧 不会太难的啊 不会太难的 来 你见识见识 偶数年的大题计算量 立体9 诶 这个题目 怎么好像见过来 你见过没有 你见过没有 你敢说没见过 你敢说没见过 抬头 你见过这个没有 刚才立体9 立体9 立体9 立体5 立体5 玩一三重积分 是不是啊 就从它来的 看吧 看吧 数一17题 17 18 19 你们高数 最后题是19题 对吧 19题 这个题是17题 就是这个题 作为多元积分学 压轴题考完了 后面还有两个题 那两个题 叫压轴题 这个就不在 压轴题之列了 我告诉你 17题可不压轴啊 18 19 明白吗 那叫压轴题 你猜19题考的什么 哪不是 其实不是 拉格朗日 终止定理 正不等事 你讲过了 你讲过了 我就在那个18讲 录那个视频的时候 寒架里面 就 捋头发那一次 拍案叫绝那题 你记得吗 数列 你答对了 数列极限问题 单调有界准则 但是里面套了拉格朗日 那才是叫压轴 故 这个题怎么说 对你们来讲 应该叫小菜一碟 来吧 是不是 X等于它是取前侧呀 酷 你聪明一点 干什么活 是不是这样话 那于是对我来讲 这个前侧就变成什么侧了 是不是变上侧了吧 怎么不敢说话呢 没问题的 你们现在的水平 我告诉你 牛顿拿过来 玩它十个 你这么小 你怕什么 我虽然现在 还挺菜的 是吧 可是牛顿来了 十个你也干不过我 这样你想 是不是很开心 可以了 对不对 可以了 谁 阿贝尔 多吓人 多吓人 牛顿那属于寿终正寝 好不好 是吧 多吓人 你晚上会梦到谁 阿贝尔 没事我先去 咱们约好了 我那等你 说好的事 咱可以不 你说老师我们不约 这事可以约 反正得见 迟早得见 好不 我到那边 我不知道能干什么 是吧 什么 到那儿交考研了 你觉得活着干的事死了 还想干吗 第九 第九了 不要着急 差不多了 是不是去上测了 这什么颜色 你这本子 行了就这无所谓 上测吧 你给它转过来 是不是去前测 好 请你计算全面积分 各位 谁要出场了 德国大数学家高斯 高斯公式 这叫二行面积分 刚说过吧 PDYDZ加QDZ加RDXY 对不对 我可都给你来一遍 我七八九十 正好是四大积分 你不好超过我这范围的 我三重积分是不是也有大体 你要再超这范围 你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对不对 多做题 其实真的都不难 来吧 是不是补一面啊 高斯公式是不是得封闭去面 补哪个 是不是力武给你补好了 你看 我给你补好了吧 你把这个面给我补上 是不是才行 补面 来写 不Sigma1 Sigma1是为 被谁 三Y方加上三Z方等于1 和X等于0 所为部分 听懂没 我再念一遍 X等于0 是不是整个YO这面 听懂了吧 然后的话呢 我给你画一圆 这个圆 正好在X等于0上 是不是一个半径 维三分之一开更好的圆 这样一围出来 是不是就是阴影化的动向 然后取什么侧 你念的话 应该是取 刚才是不是前侧啊 你现在能够写取后侧 你说对不对 因为我的坐标系 你听好啊 这个图不要画在可卷上 标准哪里 没有图的 对吗 你们的纸 你现在给我转 你转一下 那不是钱吗 那我往下画 你那转过来 是不是后 不是吗 这这么香 对不对 什么 你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冲钱 这不叫冲后吗 你不能写下 很像下啊 人家这儿写的钱 你写后 你写下 这不乱了吗 好不好 这个也统一啊 这个也统一啊 你画的图 当然可以给自己看清楚 可是你对 对人家来讲 你这个题目 我写清楚 我说你听懂没 听懂了啊 这个叫取后车 张老师的体力也到了极限了 好 是不是啊 Omega 取后车 是不是后车了 Omega为所谓的立体 我就不写了 好不好 这样的话 I就等于根据高斯工智 那么就等于结分 Sigma 加上Sigma1 再减去积分Sigma1 对了吧 你给人补一个 你加了一个 还得减一个啊 是吧 所以的话呢 切中 我这个积分 Sigma加Sigma1 敢打圈 是不封闭曲面了 用高斯工智 你一算便知 是不是积分Omega 然后来一起背吧 是不是叫P对X球片导 加Q对Y球片导 加R对Z球片导 好不好 这个人对X球片导 是不是叫E球片导 这个人对Y球片导 是不是叫3Y方 这个人对Z球片导 是不是叫3Z方 加起来 看懂呗 看懂呗 看懂了吧 叫偏P偏X 加上偏Q 偏Y 加上偏R 偏Z DV 我已经做完了 啊 立体 立体五 完全一样的 你没看出来吗 对了吧 所以我这么跟你讲啊 高斯工智啊 抹去高斯之前的事儿 就是一三重七分 对不对 对 对 这个题很好处的啊 任何一个高斯工智 你想办法 都能给它前面套一高斯 对不对 对了吧 那个答案等于几来张 四十五分之 十四倍的Pi 你别忘了 刚才那里可有幻元法啊 是不是令整个根号等一T啊 好多人做不出来 我希望你明白啊 这种题 理论你全懂了 也不代表你能得分 甚至有可能到了最后一层 就是那定级分 你算不出来 明白吗 你们可是数学一 你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高等数学 好 还得算谁 Sigma1 什么Z1 这念Sigma Z1 我说哪个积分还是Z1 好 没关系啊 你写对就行啊 积分Sigma1 Sigma1这儿 大家注意是不是有X等0啊 你想清楚啊 它实际上确定 这个面上是不是所有X都取0 好 你看一下 是不是X取0了 看这儿X取0了吧 于是DX是不是也是0 DX是0 不是因为X取0 而是因为X是常数 这样说对吧 在X等0这个面上 X是常数 所以凡是DX 就意味着对常数为分 是不是0 是不是DX得0 固三项全是0 听懂没 它就是0 所以I就是它 你补的那个面上的积分是0 因为你补的那个面 正好三块都是0 不理我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来 最后一题 这个题应该考了 是吧 我跟你讲 斯多克斯 这个应该是我们整个考研 高等数学大体里面 初级频率最高的作用积分学 三大公式 格林公式 高斯公式 斯多克斯 是吧 谁对呢 就这个 就这个 不是高斯 这个 斯多克斯 而且我可以这样一排除 是吧 2018年刚考过高斯 加三种积分 对吧 还不是 你按道理来讲 应该排到这个了吧 反正告诉你 三大公式 轮班考啊 对吧 看看能不能猜着啊 试一下吧 计算I等于积分 这是不是DX DY 什么叫二型积分 又来DZ 就不叫平面二型 叫空间二型 对吧 空间二型线积分 听了懂吧 看来那六小时 还得再看一遍 好不好 温故知心 温故知心 L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不是一球面 这是不是一柱面 我跟你画好了 一大球面 是不是这东西啊 然后被一柱面切 柱面 你想是一个桶子吧 这是X方加外方 等于RX 是不是偏心的圆 这么说能理解吧 这个圆实际上是 这个圆实际上在这啊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桶子一上去 你理解吗 它实际上 结出来的是这么个东西 一个切口 切口肯定是这样的 能懂 能懂吧 你看一个大的缺点 然后光的一泡打出去 它就打出一缺口 是不是缺成这样了 好不好 我图画边上了 图画边上了 好 这个L呢 就是这条线 是不是这条线啊 是不是这条线啊 说R带0 Z带0 所以都在上面了 是吧 说从Z轴正向往下看 是什么实针 逆实针 逆实针怎么转 是不是这样转 逆实针啊 你手表看一眼 逆实针嘛 好不好 都有了吧 都有了啊 我图给你画好了 好不好 这个不用你画图了 请你求 在这条 有向曲线上的 空间二行线积分 这个没什么好啰嗦的 来抄一遍吧 斯托克斯 来了吧 封闭缺线L PDX 加上QDY 加上RTZ 它便等于积分 Sigma 然后是 CosinAlpha CosinBeta CosinGamma 记得吧 然后是偏文符号 偏比偏X 偏比偏Y 偏比偏Z 然后是PQR 是不是D大S 我给你抄一遍 是不是这玩意儿 其中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啊 这个每一行都念一念 先说Sigma是什么 回答我 Sigma就是套在 这就是那小孩玩 吹泡泡 那个塑料杆那圈 对不对 我这Sigma 是不是叫 绷在这个塑料杆上的 那泡泡 听懂没 我跟你讲过 如果他什么也不说 你是不是取平面 就那泡泡 还是平面的手 那最简单 是吧 可是你看这个题呢 咱们书上 我当时跟你在视频里讲的时候 说都平面嘛 我这专门跟你玩一个啊 但是人家这个题是什么 他给你讲了可是啊 你看到没 什么玩意儿 没看出来 这是结痕啊 我不知道 你那么理解我意思啊 它上面绷着的那面 叫球面啊 对不对 它还是有球面的 对吧 你甩泡泡的时候 就是你那个杆是斜着的 对吧 就是你塑料杆是斜着的 可是你那个面还是有的啊 对 这面是对球面里面的一部分啊 懂了没有 所以现在Sigma你定下来了 各位 是不是 cosin,α,β,γ就定下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取决于它的 我说你听懂没 我说你听懂没 来给我写了 看好了啊 他上面 听好 人家上面这是一球面 好不好 对不对 我越好越难看啊 是不是上面有球面 好不好 咱图动不了啊 等我能动起来就好了 好不好 我这么给你画啊 这是那塑料杆是吧 对不对 这塑料杆上是不是套一球面 这样说明白了没有 这球面方程叫什么 这个球面方程 人家写给你了 这是标准的 是不是就这玩意儿啊 所以你实际上套在这个Sigma 就是x方加y方加z方 减去r方 是不是等于0 这个一点都不难 它是给了 你懂吗 我再说一遍 它没给 你就用平面 对不对 它给了你用它的 对吧 这时候来写吧 那n的fx是几 很简单 这个里面对x球片脑 是不是叫2x 这对y球片脑 是不是叫2y 这对z球片 是不是叫2z 对了吧 来给我单位化 你别忘了 这是单位向量吧 单位化 这怕啥 它的膜叫什么 就平方可开根号吧 那么你不就是 平方可就是 4x方加上4y方 加上4z方开根号 回答我 是不是就等于 2倍的根号下平方和 是还不是 所以2x比它 会念了吧 叫什么 2和2约掉嘛 就是x比上 根号下 x方加y方加z方 同样道理 是不是y比它 是不是z比它 对吧 能听懂意思吧 这时候大家注意 你是不是在这个曲面上啊 你现在在这个曲面上的话 大家想 你这待会可以写什么 是不是可以写耳啊 因为什么 平方和等于几啊 平方是不等二方啊 听懂没 就是面它是满足平方和是等于二方的 它不是小于等于三重积分 那是空间区域是可以小于后 这是不能小的 它只能在这个面上 明白了吧 你就在那泡泡上积分 现在是换成面积分 就在泡泡上 懂了吧 故 你不要写x方加z方了 写什么 耳方 耳方看看是小R 我说清楚没 说清楚了吧 故 把它一单位化 这就是R 所以你的 这个就出来了 这是单位向量 跟上了吧 跟上了 所以第一行 这个里面填什么 会填了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填上 它就等于 积分 x比上R y比上R z比上R 我问大家 你要求这个东西的话 你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就是在玩 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玩 这个曲面在某一点的 切平面的单位发现量吧 对吧 对吧 这是你们必考的 就是如果他不考这个题 他也会玩一填空题 明白吗 就曲面的切平面嘛 要考这个 那个就省去可以不考了 有了吧 总之 他就喜欢干一个活 给一大F 得零 让你求三个偏导数 然后把它们单位化 你现在知道这人套路了吧 有方程 他既然给你方程了 他再复杂 你也应该用他给的呀 你同意吧 你不要自己再造一平面了吧 是不是 而且这一平面还不好造呢 你这不好求的 对不对 好 偏比偏X 偏比偏Y 偏比偏Z PQR 太简单了 题目给了 叫什么 Y方 Z方 X方 来吧 Y方 Z方 X方 跟上我速度 这时候是不是算三级行列师了 怎么算一下 他三个乘 是不是叫偏Y 偏X方偏Y 是不是得零 因为X方对Y 因为X方对Y 求是零 来看看 他Z对Y方 是不是又是零 然后X对Z方 求偏倒 是不是又得零 于是 这个三级行列师 主线上算 是不是都是零 好 算负线了 看好 是不是这样算天负号 偏Y方 偏Y 是不是叫2Y 乘以Z 除以R 是不是有一负号 听懂没 再来 他跟他乘 我滑哪去了 这个Z方 写正点 看好了 他这样滑了过来 是不是滑到X 那么这样的话 偏X方 偏是不是2X 这样有个2X 2X 叫2X 乘以Y 除以R 是不是有一负号 再来 是不是这个玩意儿走这 偏Z方Z 是不是叫2Z 叫2Z X比R 是不是天一负号 这就是三级行列师吧 这个算就 是外面的积分 Sigma D大S 明白了没有 好 我们整理一下 把谁提出去 我可以把 负2比大R 是不是都提出去了 常数吧 积分Sigma 看好了 这里面剩下YZ 加上XY 加上XZ 是不是 D大S 对吧 这里面 还有一个对称性可用 来看原题 我来问你来答 你看哪个图呢 好了 我这个 到此为止 听懂没有 听懂啊 好 我把这个擦掉 我把它挪上去 你看着原图 来回答我问题 你看着原来这个图 你能答出我这个问题 我答R是否已经算到这一步了 他坚持 很快就把这个彻底搞明白了 这个题就今年考题啊 你就这么想 好吧 嗯 好 你来看这泡泡啊 我问你这个泡泡 关于什么对称 来我把它 我把它弄上去啊 好了啊 我问你答 我是不是 哎 是不是现在是写成这个了 是吧 是不是 该到最后一步了 是吧 你又算到 第一型曲面积分了吧 第一型曲面积分 大回答我是不是有测度的 几何测度吧 你看 这个泡泡 是不是关于 XOZ面对称 假如你能理解这一点的话啊 这假如它是 它的对称的那个面的位置 是吧 我问大家 这块曲位置 如果叫XYZ的话 请问它的对称位置 应该叫什么 X-YZ 听懂没 听懂了吧 同学们一定要会类比 一定要会类比 你记不记得 D大S的这种积分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位置 曲一块碟子 然后上面乘一函数啊 其实跟我们讲的二重积分 其实跟我们讲的二重积分 实际上是不是没有区别的 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你都是一块面积上来高嘛 听懂没 那么现在我问你 如果往这个里带啊 YZ里带 这是背景函数吧 YZ乘以第一大S 是不是底下有块面 叫第一大S啊 它上面有个高 你能听懂吗 实际上还是底面挺高 但还是个体积问题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看 XYZ带你去 是不是就YZs 你把X-YZ带你去 是不是叫-YZs 这两块积分 是不是加起来得零 跟二重积分是一样的 明白吗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二重积分 那个底面 背弯了得来的 记得吧 对不对 好 听懂了啊 这个积分是不是没有了 再来 如果 如果 往这个XY里面带 回答我 XYZ带里面 是不是叫XY 第一大S 是这一块的体积吧 那么你要X-YZ 是不是叫X-Y DS 这是不负的 加起来 是不是又是零 明白了吗 所以你可以去 一头二代算计算 去算 可你算的最后太实力 这个用对称性是最快的 明白了没有 所以最后只剩下了 负二分之二 积分 Sigma XZ D大S 为什么这个不用弄呢 因为它XZ带进去都是XZ 所以用对称性 不用对称性 是不是都无所谓了 这时候大家是不是要 一头二代三级算了 这上面 是不是有一泡泡 请问大家 这一泡泡 这一曲面 您能听懂意思吗 这个曲面 投影下来 是不是正好投的是 这块硬部分 对不对 所以一投 来吧 负二分之二 留着不动 积分 是不是DXY 这块叫什么 这个大家很简单 这就是这个偏心的圆吧 是不是这个 叫X方 加Y方 小于等于RX 听懂没 叫做X方 加上Y方 小于等于RX 对吧 其实也就是什么 X减去二分之R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是不是小于等于 二分之R 括号的平方 对吧 你写哪个都可以的 一投 二什么 带 带谁 你现在要上往XY面 头吧 所以Z是不是不要要 Z等于什么 Z 你是曲面上的 曲面上的Z 是不是等于 曲面上的Z 是不是等于R方 减X方-X方-Y方 开根号 因为它自己是正的 故你是不是带成这个了 能听懂意思吧 就乘以 就是X乘二代 乘以根号下 R方-X方-Y方 你要换成XY的函数 所以要把曲面方程带进去 该带谁 把那个不需要的字母干掉吗 听懂没有 然后一投二代 删什么 计算 你是不是还是算D大S D大S等于什么来着 对了 D大S等于 根号下 一加上 你现在是不是算 是不是还是 Z对X球偏导的平方 加上Z对Y球偏导的平方 是不是DXDY 这个就简单了 你这个Z球导 是不是刚才已经球过了 拿这个球是吧 各位拿这个球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哦你说球过了 我这样说球过 也算没球过 是拿它球是吧 Z球导 来开始吧 Z对X球导等于几 球偏导 拿它看 是不是叫 二倍根号下 R方-X方-Y方分支 负2X 对了吧 对了吧 那么这样一平方 这样一平方 变成什么了 就乘以根号下 一加上 是这样吧 等会说啊 是不是这东西 然后ZY一片呢 等于 二倍根号 R方-X方-Y方分支 负2Y是吧 这个二号二约掉 二号二约掉 待会一平方 它的平方 我操红着写 是不是叫X方 比上R方-X方-Y方 这个人平方 是不是叫Y方 比上 听懂了没有 R方-X方-Y方 是不是加完再加1 再开根号 听懂意思没 所以这样的话 通分 通分吧 通分以后 底下是变成什么了 根号下 是不是 能听懂意思吧 底下就变成 根号下 是不是正好跟前面的 约掉了 它就变成 根号下 R方-X方-Y方 是吧 DX-Y 上面写谁 跟上看啊 是不是 一通分上去 加上R方-X方-Y方 是不是正好 这个约掉了 剩R方 R方开口 就是R 看懂了吧 R 对了吧 你看 这个是不是约掉了 啥颜色都出来了 这个约掉了 是不是约掉了 然后那个R 是不是提到前面去了 是不是跟这个R约掉了 所以就变成了 -2积分 D 说 X-D Sigma 哎呀 啥玩意儿 行星公式啊 对不对 X-8 积分 D X-D Sigma 除以积分 D D Sigma 是不是就那面积啊 你这是圆啊 你管它偏心不偏心 是不是圆啊 圆看半径就行了 够它等于 -2乘以 念 X-8 乘以SD 等于 -2乘以 来看X-8是结 去看这个 X-8 是不是二分之R 是不是二分之R 乘以D的面积 是不是叫 π乘以R的平方 这R是不是在这 π乘以 二分之R 括号的平方 懂了吗 顾最后的答案 等于 复答 二号预料 叫四分之πR的三次方 回答完毕 祝同学们 复习顺利 考验成功 谢谢大家